Hello 欢迎使用ArchTime 在这个视频中 我将教你如何使用ArchTime 来快速的制作双语字幕 首先你要准备好 用于制作双语字幕的视频 和双语字幕稿 双语字幕稿需要是 TXT纯文本的格式 然后它的内部需要是 中英文隔行翻译好的这种形式 记住一定是一行中文和一行英文 这样是偶数相对的这样的格式 不可以是一行中文对应多行英文 或者是一行英文对应多行中文 那其中有空行是可以的 好了 在素材准备好之后 我们首先将视频拖拽到界面当中 然后你可以从文件菜单中 选择导入双语字幕文稿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将双语字幕文稿 拖拽到界面当中 然后ArchTime会提示你 选择单语还是双语 在这里选择双语言 然后软件会自动弹出 导入双语文本的专用的预览窗口 首先程序会自动的为你探测编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自动探测的编码都是准确的 如果你在原文预览中看到有乱码的话 你在这里文本编码这个选项 可以依次向下诚实 那如果下方没有乱码的话 那这个选项就不用更改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选项 单数行为第一语言 还是双数行为第一语言 那么在双语字幕中 第一语言其实就是显示在上面的那一行语言 第二语言就是显示在下面的那一行 在这里我们通常让中文显示在上面这一行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选择双数行为第一语言 因为中文它是在双数行的 然后点击预览效果 可以看到第一语言就提取出了所有的中文 那第二语言就提取出了所有的英文 在这里这两个文本框可以同时的滚动 所以说你可以实时对比左右的英文和中文的内容是否一致 如果一致的话就可以点击继续 然后你会发现中文和英文被放到了同一行 中间有一个专用的分隔符 这样所有的文稿就填充到了内容面板当中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创建字幕了 在这里我使用快速拖拽方式来创建字幕 好了在这里为了演示 我只创建前面几句 然后切换回选择工具 在创建完成之后你会发现 每一个字幕快中还是中英文放在一起的内容 然后你只需要在功能菜单中 选择将双语字幕前分为双轨道即可 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中文和英文的内容都被切分开了 并且放在了不同的轨道中 而且英文的内容被放到了一个另外的分组 我们可以在小组管理面板中发现 它被放到了专用组A 好了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看看效果 可以看到 现在中文和英文默认使用的都是默认样式 而且字体比较大 首先我们可以去更改一下默认的样式 双击这个default 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视频的预览 然后对于中文的话 我们可以显示安全框 安全框分为外侧的动作安全框和内部的字幕安全框 我们一般把中文的字幕放在内部的字幕安全框之内 所以说在这里首先要调整它的垂直边距 让它的下方和字幕安全框对齐 然后再来调整它的字号 字号具体使用多少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定 然后在这里我调整一下它的描边宽度 然后阴影在这里 我选择暂时不使用 把它调整为完全透明 好了 然后点击应用 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好了 现在中文字幕的样式已经确定了 那么如何让下方的英文使用另一种样式呢 首先在这里我添加一个新的样式 把它叫做eng 然后双击eng进去 还是显示安全框 然后你可以双击这个地方 让画面放到1比1的大小 在这里你可以关闭或显示视频截图 这里的视频截图保留了刚才视频预览中的字幕 如果你感觉比较影响你观看的话 你可以将它关掉 好了 对于英文字幕呢 我们通常把它放在动作安全线和字幕安全线之间 然后呢 英文字幕因为它是一个辅助 所以说我也把它的阴影调成完全透明 然后呢 它的描边也尽量的降低 把它的字号也调小一点 好 然后呢 我将它的垂直边距向下调一点 在调整好之后 点击应用 那么这个时候 英文字幕专用的样式已经设定好了 如何把它指定到所有的英文上呢 在小组管理面板当中 看到专用组A 然后点击设定样式 选择这个eng样式 点击确定 这样的话 刚才的eng样式就被全部应用到专用组A 也就是英文字幕上了 再次保存来看一下效果 好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中文和英文就有了不同的样式 但是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目前使用的是 ISS生成算法A向下合并 那么这个时候你回到默认的样式 你会发现 实际上默认的样式 和它最终显示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样式中 想要让它显示在这个高度 但是它中文却被英文顶了上去 这也是ISS生成算法A的一个特征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把它的生成算法改为C 保持字幕块独立 然后我们再来保存一下 看一看效果 好 这样的话就正确了 因为在C模式下 每一个字幕块都是互相独立 互不影响的 所以说它们的样式也互相不会干扰 然后我们再把视频预览和这个样式编辑来对比一下 这样的话你就会看到 视频预览当中的效果和我们在这个样式中编辑的这个中文就是一致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英文 那么英文也是一致了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 那么如果制作双语字幕的话 要使用C模式保持字幕块独立 然后呢分别为中文和英文创建不同的样式 通过小组来指派到字幕块上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基本上对制作结果满意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觉得 我想对调一下中英文字幕的位置该怎么办呢 也就是说我突然想让英文显示在上面 而中文显示在下面怎么办呢 你可能会疑惑 在时间轴中 中文在上 英文在下 可能不好调整 实际上你可以直接通过样式来控制 比如说在这里 我的这个中文现在是default 英文是eng 我想让它对调一下 很简单 因为中文呢 它现在属于分组1 我给分组1设定为英文的样式 然后呢给专用组A设置为中文的这个样式 然后保存就可以直接交换它们的位置 来播放看一下 看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说呢你可以直接通过分组和样式 来灵活的控制所有字幕的显示位置 和它的大小 好了 在制作完成之后 如果你需要导出到非编软件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我们有专门的视频来讲解 如何将双语字幕导出到非编软件中 如果你需要压制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专门讲解压制的教程 好了 那么制作双语字幕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不要忘记 关注Arctime的微信公众号 来获取更多知识 感谢观看